南韩女團的瑟雅萍早前登上科切拉音樂節 陰狂走音現場演唱實力被罵翻 之後還卷入Hype和米希珍的紛爭眾 讓眾多網友對他們相當反感 評價一落千丈 更以來眾多酸民湧入官方和成員們的社群 留下惡意評論 而近日公司發表了對惡意留言者 進行法律應對進展情況 公司表示 多名被告人已被處以最高200萬韓元的罰金等刑事處罰 公司也強硬宣告 將毫不寬恕的強硬應對到底 同時公司也關閉了官方和成員們的社群留言區 對此許多粉絲都相當認同公司做法 紛紛希望公司可以保護好成員 同時公司也是在這個問題上站的INE 成員們的公司 發表很詞 講師在社群留言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